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閒聊的就是 在美國接受插畫教育我學到的些什麼 台灣一直以來呢都沒有一間大學阿 是有插畫系可以就讀的 基本上就是某個系裡面有插畫的一門課阿或是兩門 然後所學到的資訊就不要說是不是豐富也正確了 然後也是 課堂上也就帶大家了解很比較表面的知識阿 就恰然而止阿 因此完整的畢業後該怎麼就業 然後如何維持專業價值 基本上可能連受課的失資吧 可能自己都沒有辦法太有把握也不是很清楚 一個國家有插畫產業卻沒有這項專業能好好學習培養的地方 那這個產業的生態阿和專業觀念要怎麼比得上擁有完整插畫教育的美國呢 端看目前台灣插畫接案市場 許多學生新手甚至已經是接案一段時間的插畫師 對於專業的認知和插畫方面 還是有許多一知半解或是對自己作品沒有自信的地方 然後整個大環境對插畫師的態度 廠商重看流量然後忽略梅乾品質 或是以那種低價來聘用插畫師的環境來看 沒有地方能完整學習到插畫的全面知識 確實是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阿 那插畫在美國有學士碩士專業碩士的學位可以去就讀 那什麼是專業碩士專業碩士就是藝術創作學位的宗旨 就是最高的學位那如果有這樣子的學術地位呢 在美國是可以在大學裡面擔任教授的 我出國進修插畫的時候是2011年 然後那個時候去美國進修插畫可以說是相當冷門 就基本上沒有人會去美國是為了學插畫 那大家都是去學工業設計阿平面設計 電腦動畫這些科系 所以進修插畫資訊也是非常的少 然後我選擇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去就讀 是因為他們給我的獎學金比其他我申請上的學校還要多 那氣候也比較相似於台灣 而且畢業生在業界的名聲也不錯 當時插畫系的戲管是一整棟的 大概四層樓吧 但是現在跟學校的漫畫系合併在另外一間更大的大樓裡面 那SKED的硬體設備呢基本上是非常好 也很完善的 大家都有Cintiq可以使用 那目前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也在2021年被評選為全美最好的藝術學校 那說了那麼多廢話 我來講講我受到美國插畫教育行李之後的想法 基本上 當時台灣的主流就是繪本 到目前我的觀察 台灣許多插畫創作者畢業後也是喜歡先做獨自出版 然後籌資啊或是投稿出版社做繪本 然後再來做接下來的發展 無論是IP授權啊什麼的 這就很有意思 因為其實插畫有很多市場 那很多地方好像是平面設計師去做插畫師該做的工作 就像新加坡插畫協會會長之前跟幾位台灣插畫師在Clubhouse裡面討論時發問的 你們台灣怎麼都不會討論廣告類型的插畫啊或者是其他類型的 確實這方面的合作資訊目前呢在市場合作上非常的少 就更別提我當時2011年的時候 當時更是只有繪本的資訊比較龐大 我當時在美國上插畫的課程的時候呢 教授給我們介紹了插畫歷史的發展啊 到許多優秀的當代插畫大師是如何推動啊 修整啊 然後演進整個美國插畫文化與商業合作的環境 那這都是對我有相當多的啟發 我也在課堂上了解到了插畫的不同市場 然後還有應用的多元性啊 還有很寬廣的範疇可以去使用 那當然我學習的教授都是受過完整超好教育 也在市場上有正確的接案觀念 所以無論在視覺的發想的帶領 和進入業界後的接案準備 都是非常有系統而且三關正的 所以就算不是頂尖的學生 我畢業後也不會進入茫然的階段太久 那這都是拜我經過這樣子完整的教育所持 在美國接受插畫教育 從大學到研究所畢業 至少也要花三年到六年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透徹的專業培養 而且系上的教職員工幾乎都是職業人士 你的教授可能是直接幫迪士尼工作的 幫蘋果公司工作的 那工業設計系的教授 甚至是在設計飛機的 什麼超音速飛機的也有 然後電影系的一號教授的人 邁請到玩命關頭的特效團隊幫忙拍攝畢業製作 所以他們不但是有非常完整的學位和學歷 還有優秀的世界頂尖技術和合作經驗 在教導大家所有的專業知識 在談到插畫教育 因為美國在插畫產業的發展有百年的歷史 所以學術教育上也相當健全有系統 而這樣的系統也深深影響著美國對於插畫專業的重視 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健康的接案環境 那這都是靠許多插畫教育者的努力耕耘和推動所達成的 畢竟學生對於這項專業有了完善的了解 上課時先了解插畫的古往今來 就能聯想出更多的表現方式 完整的說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有共鳴的故事 也會讓完成的作品看起來更有層次與深度 這也是我目前還能在美國接到商業插畫案件的原因之一 我的每一門創作課 課堂上都會有完稿作品評鑑 那每個學生都要對別人的作品發表意見 而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每個人都是為了成為專業插畫師為目標在努力 那都會好好的分享意見和建議 然後就是指出彼此的創作的優缺點 所以在課堂上的學生之間的教學相長 再加上教授多年來的審美經驗的專業意見 每個人在創作上進步的速度與領務 會比一個人在家裡畫畫 然後練習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也比較可以迎合之後的接案市場 而且有時候其實自己很難看到自己在創作中的盲點 就會沒有辦法完全發揮自己的長處 然後還有創作的許多可能性 再來就是美國插畫教育不會讓我變成教授的複製人 或是某某插畫師的複製人 因為他們在風格培養上是多元發展的 你不要去迎合任何一個風格 或者是去迎合教授的美感 那每個教授的美感資訊和對於美的不同風格的了解是豐富的 所以他們可以幫助學生 往學生自己想要發展的風格去推進 然後還有啟發學生 這也是我目前開線上課程一直來給學生做評鑑啊 和作品反饋的方式 所以假設今天有人問我 去藝術學校接受教育是值得的嗎 我絕對會說值得 因為我不是天才型畫師 也不是什麼班級上頂尖的頂級學生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很average的人 所以能夠在一個給我許多專業知識的環境 並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會是往後接案環境會遇到的人脈 這基本上都是我去藝術學校才能得到的 就連當今世界上最富盛名之一的插畫師James Jean 也是受過專業插畫教育洗禮的 那我也相信他不會自大到說 他的母校SVA對他來說是沒有一點作用 沒有必要去學習的 那從事插畫學位重要嗎 其實以接案來講學位是不重要 因為他們只看你的作品好壞 但是以插畫的產業和教育來說呢 或者是其他職位來說呢 縱觀目前世界上頂流的插畫師 大多數都是經過藝術學校教育洗禮的 就他們都有一個插畫的學位 那所以在市場資訊 合理報價和專業價值的維護觀念上 都可以說是相當一致的 就會降低無知的插畫師 不知道產業行情報價爆低了 或者是他們去低價接案的情況 也不會有一些自以為的前輩呢 就是在自己搞壞市場的行情之後 還跟後輩說 我們先學經驗啊 便宜一點跟人合作沒關係啊 那之後可能會有更大的合作案件啊 就是用人情來 build up整個你的接案的生涯 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幸運的 那當然插畫牆全學校畢業的插畫師們 對於插畫產業的價值觀念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而且都有個底 不會說我不知道這個 或不知道那個 我不確定這個 或不確定那個 所以進入插畫創作 想要更認識插畫這項專業 並且有正確的資訊與觀念 最好的方式就是找最好的老師去學習 而如何判斷學習的對象 對你將來的專業發展有幫助 完全可以去看看 這個老師是否有完整的專業背景 他發表的文章內容是什麼 他合作的客戶又是哪些人 來做判斷 那既然聊到教育 我就來工商一下 我目前在自己的平台 和好學校平台開的課程 我自己的平台是教 關於插畫創作的課程 課程中會提供豐富的插畫知識與資訊 也會分享我的接案案例 與國際客戶對談的內容 而為期五週的課程 則會有兩個創作作業 那我在課堂上會教給各位 如何激發靈感 如何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 並以美國大學課堂上對創作作業審視的方式 來給大家意見 而好學校開的課程 就是比較提供給準備接案的各位 更完整的接案流程 與如何自我行銷案報價的觀念 如果想了解更多課程詳情 歡迎點影片資訊的部分來去連結看看 今天就聊到這邊囉